这火天尊其实也是有坐骑的,但坐骑这东西无非有两种作用,一种是带步,二是速度。 如果坐骑的速度还比不上主人,那就只剩下带步逍遥的作用,于战斗是没什么用的。 火天尊的坐骑就是如此,虽然速度也不慢,但比起图图却差得远了,用了还不如不用呢。 此刻,眼看堂杰仗着坐骑角力快,若细耍自己般与自己对号,火天尊心中怒意更甚。 小儿,真以为拿你没办法吗? 火天尊长息口气,那汹涌的火海倒脚而回,进入火天尊的身体。 火天尊身体开始不断长大,渐渐竟变成顶天立地的一个巨人,威风凛凛,闭逆四方,整个世界与他也不过一旦完。 看向在前飞奔的唐杰,火天尊发出隆隆之音, 《孽隆,你能逃到哪儿去》,以时抬起脚来,就这么对着唐杰踏下。 这一脚,跨越千山万水,无视一切阻碍与距离,直接出现在唐杰的头顶。 如崇山越岭压下,看着唐杰也目现金光。 你以为,就你会变大吗? 他羊头凹的一声,双臂向下一阵,砰砰砰砰,三头六臂再起,身躯已同时变成巨人。 虽没有火天尊那般恢弘伟岸,却也是凝实厚重。 眼看那巨脚踏下,唐杰六臂已同时向上方扛去,六只手臂一起打在火天尊的脚底,巨大的力量碰撞下已震起了惊天的气劲。 那背负唐杰的兔兔,再也无法承受这恐怖的距离,惨叫一声跌出。 唐杰从天而降,轰得两脚踏实地面,巨大的力量沿着唐杰身体传至地面,已是看到整片地面震荡出巨大的涟漪,大地变得如土一般松软,翻动,泛起波澜,掀起洪流。 唐杰的身体向地面陷去,手臂却始终高抬,稳稳地拖住了火天尊的巨脚,看得火天尊也微微呆了一下。 唐杰以用力向上猛地一拖,将火天尊抛向空中。 唐杰趁势跃起,六只手臂画出千万道幻影,那一瞬间,仿佛牵手观音般,重重交叠之臂影,在最后画成一道臂影,一只右臂。 于那一刻,全力倒出,轮回击。 狂野的力朝汹涌而出,打在火天尊的身上,火天尊发现自己竟然抵挡不住,他堂堂抵仙,竟然挡不住这小子的一拳。 全怒天威,挟势而来,重重砸在他的身上,掀起护照在这一拳下破裂,仙人之躯在这一拳下轰然粉碎。 火天尊那庞大如天神的火焰神蛆,在这一拳下竟然粉身碎骨,爆裂出一片火色烟云,汹涌出惊天的火辣。 这惊人的一幕,看着唐杰也微微呆了呆,他知道自己轮回击强大,刚才那一拳更是凝聚了战神爵的所有力量发出的全力一击,竟没想到能打出这般效果。 以至于这一刻他也呆住了,随即是狂喜。 能够把仙台之身都粉碎的一拳,这是何等的威力。 那一刻,唐杰似乎明白了,似乎重新又找到了体修存在的意义。 只为这一拳,体修就不是废物,他的眼中再度献出希望的光芒。 不过下一刻,火海翻腾,火浪逆卷,唐杰看到,在虚空破灭处,火天尊已重新走了出来。 脸上带着腾腾纱去,眼中闪着不可思议。 成就仙人不死不灭,直到此刻,唐杰才真正明白这话的意义。 如果说成就子辅念动法生,意味着攻击能力提升了千万倍,那么成就仙台不死不灭,就意味着生存能力提升了千万倍。 这就是差别,这就是差距。 好拳,火天尊破例赞赏了一句,不管怎样,能将一个仙人轰制破灭的拳法,都值得称赞一声。 不过下一刻,火天尊的脸色已再度沉下。 可惜,如此好拳,却注定要消亡于此,从此不复再现人间了。 给我死! 火焰聚首已再度拍下。 看到火天尊浴火重生,唐杰就知道完了。 怪不得千百年来,子辅占仙台是所谓想都不敢想的事,彼此间的差距实在太大。 以现在的情况,想要通过浩迪之法将火天尊磨死,难比登天。 此计不成,唐杰再不犹豫。 万古重楼发动,硬顶着火天尊的攻击向后退去,抓住受了重伤的兔子扔进途中,上远处飞去。 与此同时,山河设计途中,许妙然也不惜药物为兔兔治疗。 火焰聚长一击接一击地砸向唐杰,打在那重重楼阁上,就像有个巨兽在拆访谢梁。 巨大的震药之力,甚至让唐杰都感到难以维持。 火天尊眼中同样现出异色。 道法,果然是好手段,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 说着轻其大手,一指如流星向唐杰点去。 如果说之前的追杀还只是轻描淡写,那么此刻的火天尊也是真正拿出自己的实力,展现出一个仙人的强大。 这一指点出,万古崇楼在火天尊的轻压下,竟渐渐出现不堪附和的载度。 虽是大道之防,却非无敌之欲,在火天尊那磅礴如山,澎湃四海的如天仙丽下,终于抵受不住,怦然碎裂。 火天尊的手指已刺向唐杰,仿佛当年玲珑破万古崇楼的重现。 只是这一次,唐杰再不需要别人的救援。 就在火天尊一指破空的同时,唐杰身形已一画千万,浮生万象。 无数个唐杰同时出现,向着四面八方飞去。 火天尊哼了一声,哼,想走。 那手指竟也是一画千万,却是化作无数火鸭飞射唐杰。 天空中历时掀起一场人压大战,一人一压,火天尊的幻化之术竟是锁定的每个唐杰不使逃脱。 只是它实力虽强,在这幻化层次上比起唐杰的浮生万象却差得远了。 如果说唐杰浮生万象,每一个分身拥有唐杰百分之一的力量,那么火天尊的火鸭就只有火天尊万分之一的实力。 如此一来,比起唐杰反而不如,就见天空中红云漫卷,到处洪流滚滚不绝,一只又一只的火鸭应声而灭。 火天尊眼中闪过诧异之色,竟然又是道法,能入两种道,果然是个人才。 可惜啊,得罪了老夫,纵使天才也得死,就让你看看老夫的道法,焚尽八荒。 随着火天尊一声吼,那本源火焰再度席卷苍茫,弥漫天际,也化成一片无边无际的庞大火海,将整片天空都遮住。 这正是火天尊的道法,焚尽八荒。 他以火行入道,道法高深,更在唐杰之上。 这一刻本源火焰尽出,四面八荒再无一处空间可逃出他的火焰焚烧。 火天尊的焚尽八荒并没什么特殊的玄傲,就是极尽火之威能,霸道,强横,狂暴,真正彰显出焚尽天下不可一世的风范。 这烈焰让金铁消融,让海枯湿烂,让大地崩裂,让天地无光。 可以说,没有什么他不能烧的,而且范围广袤,无可退避。 在这燎原之火下,唐杰的夫生万象就像一个笑话,所有的分身连逃都没机会逃,便纷纷破裂,碎灭,消散至无。 无枉不利的逃生秘法,竟是被火天尊以道法对道法,与举手投足间轻易破解。 那凶猛的火焰,却不因此停滞,而是继续向唐杰本体卷去。 火天尊仿佛已看到唐杰死亡的景象,发出大声的凝笑。 烈火焚万界,天地亦铜炉。 唐杰,我看你如何对抗我这焚尽巴黄的道法。 烈火焚万界,天地亦铜炉。 哼,好大的口气。 唐杰哼了一声,用不着以天地万界为铜炉供你焚烧,我这里就有一尊炉,倒要看看你能烧成什么结果。 唐杰说着手一招,山河设计图已飞出一物,万物阴阳炉。 此炉是唐杰炉化天平山所成,沉重无比。 此刻一放出,便陷了原形。 一座巨大铜炉已出现在天地间,护住唐杰。 那无边火焰受着天地铜炉阻挡,竟不得尽。 火天尊饿了饿,显然没想到唐杰竟有此物。 唐杰以暗运因果之力,大声吼道。 红千里! 你不是天地一铜炉,烈火焚万戒吗? 我看你如何炼化我。 这万物阴阳炉,本就不是什么护身的盛气。 说到底就是一炉子,尚有出口。 火天尊若收了道法,随便用什么手段都能破他。 但此刻被唐杰这么一说,火天尊也来了脾气。 这人呢,都是有脾气的。 有时候就算明知是不对的事,或者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事,可一旦脾气上来,觉性上来,那也照样会做。 就算与己有太无力也是一样。 火天尊此刻就是如此,再加上受那因果之道的影响,天机情绪成倍扩大。 在唐杰一击之下,心中震怒,脾气大发。 你不是说我炼不了你吗?那我还非就把你炼化了不可。 双臂一震,那本源之盐已是席卷而上,对着万物阴阳炉赤烤起来。 他这本源之盐何等强悍,乃是参进世间万火,从五行火道中提炼出的真正大道之盐,视为火道本源。 此刻赤烧之下,那万物阴阳炉就算是紫金山所化,也不堪承受,在火焰赤烤下渐渐软化,更有大滴大滴的金枝留下。 照这样下去,怕是不消片刻,就能把唐杰连人呆炉给炼化干净。 唐杰却是不急不忙,双手一挥,已抛出遗物,赫然是那周天星辰万宝大镇图。 就见那镇图中的宝物一剑接着一剑飞起,没入炉中,每入一雾便闪过一阵光芒,然后瞬间消解无踪,却是已与那万物阴阳炉融为一体。 逃入宝物的同时,唐杰还双手不停地在万物阴阳炉上画出一条又一条阵纹,落于炉上,不断闪动出树法光芒。 那原本要融化的铜炉便稳上一稳,定上一地。 如果懂阵法,就会发现,唐杰此刻所部的正是多宝宫的大镇。 多宝宫大镇与周天星辰万宝大镇在表现上极为相似,都是以宝物为材料,以镇法为手段,来表现出其磅礴的威力。 但有所不同的是,多宝宫大镇是以道成镇,万宝镇图则只是普通镇法,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威力上。 多宝宫道镇,一件神针就能困住一个底线,可以说是千万倍放大神针的威力。 万宝大镇图则是恰恰相反,里面的宝物连自身威力都无法发挥完全,完全就是靠数量欺负人。 唐杰既在悟到墙上,悟到道镇,又怎可能不徐而用之? 只不过大道不可传,唐杰可懂其镇,却不能懂其道,空有不镇之法,却无法用之。 然而,不懂其道也没关系,修者自有自己的道,不能用那多宝宫的道来布镇,不代表不能用自己的道。 只是那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比如像这样的镇,镇图是肯定承载不了的,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承载体方可承受。 而就算有了这个新载体,还需要强大的力量将其融合,方能融为一体,最好是大道之力。 最后,就是这股力量还不能使唐杰自己,因为他要忙着布镇。 所以考虑到种种难点之后,这个念头唐杰当时也只是一闪而过,他完全没有想到,机会竟然会来得这么快,这么突然。 从天而降的火天尊带来了他最想要的外力,而且是最适合的火形之力。 万物阴阳炉更是一件极为合适的新载体。 当然了,仅凭紫金还不够,为了进一步提升万物阴阳炉的强度,唐杰完全是不惜公本地将所有宝物都投进了炉中,借天火尊的本源之盐炼化融入其中,成为材料。 这些宝物都是用各种灵财炼化而成,如今皆融入铜炉之中,使其品质迅速提升。 这还不算,唐杰还把自己剩下的那点云母金金,以及先前拆房得来的各种珍贵金属也都丢进炉中,使其在材料上再无余不足。 最后,唐杰更以因果之道为基,服以阵法,从而使因果相寻,宝物必成。 炼化是因,成宝为果,至于火天尊这个外在影响因素,则在因果之道的影响下,只能起到正面作用,而不能起到反面作用。 当然了,这尊万物阴阳炉,也因此深深刻上了因果之道的痕迹。 在这一连串的条件与运用下,唐杰就这么硬生生的在火天尊的眼皮子底下炼起起来。 越来越多的宝物投入炉中,越来越多的阵纹刻于其上,万宝阴阳炉也变得越发的雄厚。 宝石,一剑剑神针,也在此时被打入炉上。 当然,这一次再不是消融,而是以特殊的密法保留在炉中,一旦放出,就可伤敌。 他有些像万仙鼎,万仙鼎是摄入妖物,再放出伤敌,阴阳炉则是投入神器,再放出伤敌。 不过万仙鼎虽强,他却不是仙台,不能真正发挥此道兵的威力。 故此,唐杰并不轻用此物,否则急以招来反噬。 而且老实说,有皇天印在,唐杰可以吸收妖物的力量,也实在不舍得去收拿万仙鼎中,当一种资言拥有两种用法时,其中必有一种会被浪费。 万仙鼎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,虽然可惜,却也无法。 至于阴阳炉虽弱,却是唐杰一手练就,可以完全掌握,而且将来也可以随着唐杰的增长而继续提升。 此刻,随着那赤天之焰不断焚烧,唐杰在炉中连拍树掌,伴随着那一阵轰隆隆的轰鸣之声,这万物阴阳炉爆发出一阵惊人的光慌, 内中隐隆竟还有道芒流动。 成了,唐杰哈哈大笑起来,这全新的以多宝宫道阵之法,假火行本源之力, 即周天星辰万宝大阵与无数宝物炼旧的万物阴阳炉,终于成功。 不仅如此,就连唐杰自己的火道大有提升。 他也是五行入道之人,拥有一点火行本源,只是比起火天尊来如萤火之队浩月, 但在此刻不断借力之下,不断吸收,化用, 竟然让他的火行本源之力也增长了许多,却是个额外的惊喜了。